航空飞机的发展离不开航空发动机的进化 这个高度复杂的设备作为飞机的心脏 一直以来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 今天的三十三号发音室为大家带来五个不可思议的飞机发动机 世界上最小的飞机发动机 TRS-18是上世纪70年代由法国研制的V型涡轮发动机 它是一种简单低推力的单轴发动机 长度仅为65厘米 直径32.5厘米 重量只有37000克 发动机提供最大的起飞推力为1.1000牛 由于体积小油耗低 被广泛应用于小型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 比如由詹姆斯邦德主演的电影《发抓女》中 就出现过安装该发动机的飞机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飞机 全球使用最多的发动机 CFM56 CFM56是由CFM国际制造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由四种主要变体 发动机推力为80到150千牛之间 第一台CFM56在1974年制造完成 并首次运转 在刚发布时 由于涉及核心机密被美国限制出口 在CFM国际成立之前 在法国装配的一部分发动机 最初受到严格的技术出口限制 核心部件在美国装配 直到支付美国巨额的特许权使用费 和对美国出口到欧洲所有的飞机免征关税 通用电器和赛风才正式开展合作 由于其可靠性和非常高的经济效益 截止2018年6月 总共交付了32,645台发动机 被广泛应用于波音737 空客A320 A340和美军的KC-135空中加油机上 到2019年6月 CFM56机队的发动机飞行小时数 已超过10亿小时 载颗量超过350亿 周游世界超过800万次 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为普遍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是喷气发动机的一种 依靠燃料和氧化剂的燃烧来产生推力 类似于传统的喷气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驱动的飞机携带燃料 并通过吸入大气中的氧气获得氧化剂 虽然超燃冲压发动机在概念上很简单 但实际实施受到极端技术挑战的限制 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发中 直到最近 超燃冲压发动机才成功实现动力飞行 2010年5月27日 美国宇航局和美国空军 以5马克的速度成功的让X5A 乘播者实验机飞行了大约200秒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但也创造了超高音速飞行时间的世界纪录 F-135涡轮扇发动机 F-135是美国普惠公司 为F-35闪电2战斗机研发的 后燃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由F-119发动机演化而来 长5.59米 最大直径1.168米 可提供124.6千牛的军用推力 后燃推力达到191.35千牛 在增加了可转变方向的实量喷嘴后 可以使用在能够垂直起降的F-35B上 大大缩短起飞降落时间 最近普惠公司宣布 最新的F-135涡扇发动机即将增加推力 这很可能使F-35战斗机实现超音速巡航 全球推力最大的飞机发动机 G19X是美国通用电器研发的 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2012年开始研发 长5.67米 宽4.097米 高4.158米 设计最大推力490千牛 在2017年的测试中 极限推力达到了597千牛 是目前全世界推力最大的飞机发动机 G19X的燃油效率比上一代提升10% 风扇直径3.4米 由16个叶片组成 比上一代减少6个 采用第四代碳纤维复合材料 构成的风扇叶片 叶片采用钢支的前缘和玻璃纤维后缘 这使发动机风扇更轻更薄 更坚固和更高效 目前该发动机已在波音777X上 完成首飞测试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 由于其高度复杂的制造流程 和极高要求的可靠性 最新的发动机制造技术 一直是各国的核心机密 航空发动机的每一次升级 都直接推动航空领域的变革 你觉得哪一个发动机有震撼到你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